一条条虫子入侵农田 啃食作物 残坡的叶子上留下一堆排泄物 让莫名闻之色变的粮食杀手 囚刑军虫入侵台湾 自6月8号在苗栗飞牛牧场首度发现 幼虫后越爆越多 经通报后确定发现囚刑军虫幼虫的 已达52件 14号甚至确认 在外岛马祖和澎湖有成虫献宗 今天6月15号 虫虫危机正式侵入屏东 全台只剩南投高雄两个县市还没沦陷 囚刑军虫别名叫草地谈叶鹅 为叶鹅科叶道鹅属 原产于中南美洲是国际重要简易害虫 它们会侵害许多经济作物 像是河本科的玉米、水稻、大麦、小麦、高粮 还有十字花科、茄科、葫芦科的作物 幼虫除了会吃叶片 还会钻到作物中心啃食 也不留神就会带来满满的伤害 囚刑军虫在2016年传入奈及利亚 接着蔓延到撒哈拉以南的44国 部分地区有超过70%的作物被摧毁 造成饥荒 栽损高达60亿美元 今年1月起入侵中国至少18个省 造成巨大的农业损失 囚刑军虫的疫区在美洲有36国 非洲45国 亚洲则有10国 台湾尚未被列入清单 若囚刑军虫正式侵入台湾 行政院农委会初估 每年恐怕会造成35亿元的虫害损失 要防止抽行军虫 叠心时会辨认它们 幼虫的外表特征是头部有黄色的Y字形纹路 身体的每一节都有着4个斑点 尤其在身体末节最为明显 幼虫只需10天就可以变为成虫 像这样的成虫具有一个晚上飞越100公里的能力 实在太会飞 加上母虫一次可产100颗卵 繁殖相当快速 难以防止扩散 因此在发现幼虫或是这样长着白色绒毛的卵块时 就得赶紧扑灭 农委会初步研判 至今发现了秋行军虫人属第一代 这两周是关键的黄金扑杀期 若处理不慎 可能成为比禽流感还要严重的虫害危机 目前是防虫的第一阶段 防治人员会将被秋行军虫侵袭的农田 按照标准程序采样检体 产出农田 烧毁或是掩埋作物 并在周围农田预防性喷洒农药 持续监控三个月 在虫害决击后才能再度种植 管制期间依植物防疫检疫法规定 发放收更补偿金 政府为了鼓励民众通报 寄出万元奖金给通报确认者 防检局的脸书或LINE都可以进行通报 总统蔡英文也在脸书宣传 用APP向防检局通报消息 多管旗下就是希望大家一同协助消灭秋行军虫 感谢观看